你知道60年代的日本普通家庭 饭菜是吃的什么吗 这段1966年拍摄的 日本东京普通家庭生活的珍贵影像 为你揭开答案 一大早 牛奶就被送到门前 女主推开大门取走牛奶 回房间后立刻放到冰箱保鲜 看过二战相关的真实影像就会知道 日本人当时十分矮小 战后为了强壮民族 日本提出牛奶计划 现在开始准备早饭 女主首先把一部分小鱼干 放进汤锅里做汤底 日本海产品十分丰富 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海鲜 随后切白萝卜做汤的配菜 白萝卜至今也是日本人吃的最多的蔬菜 被称为大根 紧接着女主熟练的煎鸡香肠 配上盘子里的面包 非常具有西式口味 透过镜头 可以看出女主家里这个年代 已经在使用燃气 最右边的是燃气管道的入口 烧饭用的是燃气炉 最左边的锅就是早期的电饭包 生活已经十分现代化 男孩落座后 女主又给她端过来一碗米饭 为了让米饭更容易下饭 男孩给香肠淋上酱油 女孩落座后也同样照做 看来这种就餐方式很流行 再看这一家人的穿衣打扮 即使在现在也很时尚 环顾餐桌 有蔬菜 米饭 味增汤 面包香肠 还有冰箱里的牛奶 可以看出 日本人非常注重早餐 虽然分量不大 但是食物丰富种类多样 晚餐吃的则是寿洗锅 锅里有豆腐 蔬菜 鱼类等 日本的很多食物 都能从深处看到中华文化的影子 我国吃火锅 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餐后还有水果 一家五口加上一只狗 边吃水果 边看电视 生活十分舒适惬意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我